我们今天要施食 一宣布这边要超度施食 他们整百千万亿 通通来集合了 等着 所以刚刚所做的 都为他们做 为他们念地藏文菩萨 为他们供养 为他们放声 为他们点灯 让他们非常非常的快乐 所以各位常听我讲一个故事 安安有一天出去外面 结果看到五百个鬼在那边唱歌跳舞 哇鬼怎么那么快 这些鬼在高兴什么 然后快到金色的时候 又看到另外一边 五百个鬼一直哭 一直哭很伤心 然后安安到了金色 就问佛啊 我刚刚看到五百个快乐的鬼 五百个忧伤的鬼 这是为什么呢 释迦牟尼佛说 哎呀我告诉你 那五百个快乐的鬼 是他们的子孙 明天就要到我们金色来供生 而且要把这个功德鬼奖给他们 他们明天就可以 离苦得乐搞不好升天 所以他们现在快乐得不得了啊 另外那五百个鬼 他们的子孙没有信仰 明天呢也是个节日 准备杀羊啊 来祭祀他们啊 他们还会变成不是鬼 堕落地狱道 所以他们在哭啊 怎么办啊 所以各位 像我们存在这种心 来为他们做布施 做供养 他们在外面敲锣打鼓啊 快乐啊 做完这个功德 他们即将离苦得乐啊 我们的祖先也为这个事情而欢喜 所以要升起这样的心 所以要升起这样的心